我根本不是姜黎 我知道 装一装你对我开口的胆子 我怕你说到一半 就站起来跑了 就算我说到一半 站起来跑了 你猜不全 苏国公 你以前都是怎么审案的 你不用每次坦白钱 都比我演一出戏给你看 当初在国公府刑房 你没能审得宠我 今日补回来 你记性挺好啊 大胆问吧 人不逼 是不会说实话的 如此一来 你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问我一个 威逼名蒙贵女的罪了 嘴杖哪天都能打 今日能不能让人往 你姓什么 换一个问题 不换 这是我的规矩 那我没有姓 名什么 我没有名 籍贯何处 青城山上孤魂野鬼 我根本不是姜黎 我知道 你是一只 小狸猫 认识你这么久 还是这么没真心 这样比较讨人厌吧 宿国公 还真是独特 我不管世人以和议论我 以和诟病我 讨人厌 活千年 小狸哥 你扳倒的童枝阳 应该小 今日我请你吃这包子 皮白蓬松 馅料鲜 垂涎玉滴 唇齿生香 苏国公 你说人 是不是在失去之后 才懂得真心 愚人才会如此 那我大概就是愚人了 今晚的月亮好美啊 你不算 你这辈子没有践踏过人命 无论你这辈子有多少遗憾 你都无愧过去将来 所以你敢大胆回头问英国 向前讨公道 你突然正经起来 确实很做作 没关系 过了今日 我又是一个万人险 路阳城真好 这是太晚了 要起庚了 那就回家去吧 那不是我的家 阿玲 对于人犯来说 雁明正身很重要 但对于人来说 不必事事分明 此刻陆阳城万家灯火 你若真是孤魂野鬼 早就灰飞烟灭了 我会好好活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